今天是第五 第六的話是 就是跟網頁上面抓取資料有關係 我早上有提過 怎麼去解析一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然後把你需要的東西把它抓出來 那這裡當然我們會用到兩個 額外的那個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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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是request 這個地方然後另外的話呢會需要用到一個叫 叫什麼beautiful suit 兩個東西啦 那這兩個東西主要是可以幫我把網路第一個request把網路上的 這個程式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就做切割所以 後面我們還會再講到啦就是 怎麼樣把網頁某部分的資料可以把它抓取啊有興趣同學可以先預習 那第七的話就是處理有關那個Excel 相關的檔案包含 怎麼去做讀取 怎麼去做寫錄啊其實有點跟今天 檔案 差異性 差不多那只是說呢 可以再更深入的去使用那個 Excel裡面的相關 的功能 那比如說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假設這個檔我需要把它整個讀到 這個Python裡面的話 那有底下有這些功能 那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第一個會需要用到一個 Input一個什麼 XLRD的這個 那把這個模組把它匯進來 不過這個模組預設 在你電腦裡面是沒有的 就拍攝安裝環境沒有啦 所以我後面還會講 如果你有外部 很多可能會用到的模組 你要怎麼樣把它 安裝 安裝的方式其實也非常簡單 大概不過可能需要 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Windows鍵加 R 這邊打一個 CMD CMD 就這個 你需要 在這邊打指令 我指令也不多 大概就幾行程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安裝 第六章的這個 最重要的什麼 這邊都有畫面 不過你可能要 看一下你的Path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安裝Request 其實語法非常簡單 就是先打一個PIP 空一格 Install Request 如果你程式一跑 發現你沒有Request 他會跟你講說 我找不到這個 這個Module 那這個Module你幫我裝一下 不然的話沒辦法弄 那你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可能 需要到這個底下 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 PIP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這個沒辦法 目前好像沒有其他工具可以代表 所以你 但是還好啦 這個Install 後面的話 你就打一個Request 如果你這個字不會拼的話 你其實這邊也有了 你可以 Ctrl C 或者其實你在程式裡面都會看到那個 然後把這個地方 按右鍵 你不能Ctrl V 貼上 Enter一下 理論上 假設你沒有安裝過的話 他這個時候會到那個雲端上面 去幫你Check一下 有的話就幫你裝 OK Enter PIP 不過 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主要是 你的那個什麼PACE 所以上面我有一個PACE 有沒有 這個PACE環境變數 你一定要加這一行 這一行 這個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PACE 他將來在那個DOS底下 打的時候他找不到PIP 所以怎麼辦 你可能要到你這邊按複製 可以把這一行 或者一整個複製 這些都把它複製 然後到哪裡 到那個 我們的 電腦按右鍵 電腦按右鍵內容 他會跳出進階系統裡面 環境變數 Check一下 理論上應該 會有一個PACE的路徑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新增一個PACE 然後呢 環境變數 把剛剛東西貼上 按個確定 這樣子的話呢 等於是在那個DOS環境底下 才可以抓到這個 實際上這個 Scrib 主要就是 Windows鍵加R 這邊可以把那個 路徑叫出來 剛剛那個路徑 其實就是這個Scrib C 到Windows鍵加R這邊 把他怎麼樣 把他貼上 就把他開起來就對了 把這個路徑打開 路徑不一樣 我應該是在哪裡呢 在前面這個不用 所以每個人路徑可能不在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那個3.6的路徑是不是在這底下 我記得好像在D底下 OK 所以路徑不一樣的話 可能要改一下路徑按確定看一下 我確定一下我的路徑在哪裡 應該在 D底底下 我這個放在D底底下 我們之前有裝過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你可能要確定Scrib在這裡 這邊有個 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 正確的得到這個路徑的話 那路徑可能就不能直接 從那個 我們那個網路上貼 你記得就是要把這個路徑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環境變數這個後面 這邊有個PASS 就是要在這個PASS 這個地方 乾脆直接把它貼上 因為它這樣才抓得到 OK 然後這個路徑 我要建一個 連結 底下 後面這個我記得好像蠻重要 根目錄 OK 按確定 再確定 這樣的話呢 你再去 執行一次 看一下 那你不用重擋 你按那個 向右鍵 有沒有 在DOS 它會自動幫你重新再跑一次 那因為你有一個對應的一個PASS 它自動會 找到 PIP 這個EXE 去幫你 install這個 按 看一下 VIP 重新看一下 Windows鍵加R 這邊的話 CMD Windows鍵加R Windows鍵 然後 CMD實際上就是 啟動它 這邊一樣 OK 那這個部分也許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安裝 畫面我可以問一下 如果你 這個路徑假如是正確的話 他就會打這個 底下就會跟你講 他會到網路上去幫你找這個 然後這個時候他下載多少 下載多少 下載多少 下載完畢了 OK 這樣就安裝完成 所以 往後呢 如果你要安裝很多 其實 後面只要比較進階 都會用到 外部的這些 這些套件啊 這些模組啊 如果你沒有裝的話 很抱歉 你沒辦法run OK 還蠻多的 幾乎還蠻多 都需要 當然如果你電腦裡面需要什麼 把它反安裝的話 一樣嘛 把install改成uninstall就可以了 加一個un就可以了 uninstall他就會幫你把它 uninstall 不過基本上 好像 裝這個 檔案也耗掉不大 request req request uninstall 加一個un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我印象中應該都OK了 他就怎麼樣 幫你把它 移除掉 request req 打錯了 Enter OK 有沒有 這時候呢 他就幫你怎麼樣 把它移掉了 那裝會裝在哪裡呢 裝在這裡 有沒有 EVAP 這個篩 這個什麼呢 Package 這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裝完之後 你可以往下看 你的 這個 Eclipse 裡面喔 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相關 套件 這邊就有request OK 這個是安裝套件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先玩玩看 這邊會有相關的說明怎麼做 後面我們當然會講 如何去抓Yahoo的 這個 這個官網的資料 另外的話呢 也要 Install這個 Beautiful 試這個 那剛剛提過了 這個 已經改版了 所以 我們抓的方法 這個 之前我試了半天 OK了 結果昨天本來想說 我先 把這個再跑一下 發現 完全不同了 抓不到了 所以 畫面也不一樣了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又要改寫 重來 然後 程式沒幾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可以先玩玩看 我們後面在第六跟第七章 都會安裝很多的套件 跟很多的模組 主要的目的是因為他預設的環境裡面沒有這些功能 舉凡像抓網路資料 很抱歉沒有 你一定要去把request 抓 抓下來 你才有辦法去抓網路資料 那 開啟那個 Excel檔案也 抱歉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要先把那個 XLRD 就Read WT 是Write 這些 相關的外部套件 把它裝上去 你才有辦法有這些功能 所以Python本身 他的基本功能 大概就前面講的 如果你要延伸到很多其他外部的 功能 那你可能一定要先學會如何 去 把那個套件給裝起來 電腦裡 基本上PASS 我不確定是不是你一裝就有了 因為我記得我的電腦好像沒做任何事 他就設定好了 我也沒設定過 他就OK了 但是這邊電腦 還有很多其他人電腦 就沒有 我也沒差啦 反正就裝個 就是在 那個 電腦上方 記得按右鍵 電腦按右鍵 內容 會有個進階 系統 你就環境變數加一下就好了 OK 不過你要確認一下 那個路徑 是不是在低疊 我們之前的練習是在低疊底下的那個 有一個 那個Python的36 1-32 那裡面 有個Squips 那一樣 你可能要找一下是不是那個路徑 如果是那個路徑的話就OK 如果不是你可能要找一下 你是放在是不是別的地方上面 不然的話他也沒辦法幫你安裝 好